你一定会开心 这家伙我一定会开心 开心 大家开心? 谢谢你 谢谢 谢谢我的朋友 美华终于笑笑了 龙瓦女美华被女保安阿娟 说出家门这件事 经我们报道之后 虽然已经隔了几个月 加上疫情 大家可能已经开始淡忘 不过其实美华已经慢慢开展新生活 虽然她再没有回去那家屋住 不过去年12月 她终于入品高等法院 向阿娟争取近四成的业拳 而同一时间 亦得到房处的欣书安置 分配到一间单人工屋暂住 不过新屋很多东西都未添置 只有床和饭桌 令到她的生活很不方便 没热水 很冷,在这里洗澡 会很冷 那你平时没有热水 那怎么办 对,就是没有热水炉了 没有煮食炉 只能够用锅煮一些水 放在那边煮滚 放在盘上,就可以用来洗澡 擦面、擦身 可能要加水,也要加两三次 整天都要这样做,很不方便 很麻烦,没办法 对,很麻烦,没办法 没办法 事实上,美华事件曝光之后 我们一直收到很多热心机构 和市民说很想帮助她 这次她们一知道美华的需要 都一呼百应 这一天还马上安排了师傅 来帮她免费安装热水炉 和煮食炉 看见美华全程看得紧 直接整个小朋友等拆礼物 煤气热水炉值得七七八八了 美华 热水炉差不多完成了 是不是很期待? 开心 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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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运动场洗澡是否很不方便 想起来是否很不方便 要朋友陪我,要两个人去 才可以洗澡 因为朋友要帮我看着物品 我才可以安心去洗澡 有时候里面的出拭机都很冷 所以要洗澡要很快 而且要快点穿衣服 还有有时候有些婆婆 他们会和我搬洗澡 我要大声跟他们说 这一格是我的 还要快点放入座位置才能洗澡 现在在家里有个煤气热水炉 就可以在家里自己洗澡 很开心 就可以很舒服地洗澡了 谢谢 够不够热 不够热,你可以随时加高 按下去转顺 让它拧不住,接着才放豆 再放豆,可以了 美华,完成了,开不开心 现在有这个煮食炉了 你想煮什么? 煲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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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想煲汤? 爸爸妈妈以前常常会煮 很好喝的汤给我喝 整个煮都喝光了 现在可以煲汤了 煲了,一起喝 可以…当然可以 下次来的时候就有汤喝了 谢谢… 终于解决了洗澡,煮食的问题 这天一群义工还搭手搭脚 帮他们搬其他电器和物资 去新屋 陈先生,好像每次都见你 很努力地帮忙 对… 我在电视上看到美华被人赶出去 很惨,看看有什么可以帮他 也打算帮就帮他 对,帮就帮他 但是这些电器是哪里? 是有心的街坊捐出来的 就给美华 不用一会儿,洗衣机、雪柜 微波炉、暖炉,全部全部进入 再安装这东西,还不大功告成 这个不用用电,关湿电也不用 假如你洗澡,插在洗澡房 假如你煮东西,插在厨房 这样也可以 连门钟都搞定 按乐祸终于成形 看来美华真正有够好份 回看之前几个月 他不止有家归不得 被逼露宿家门前 这件事还搞得他六神无主 落营,整天楼莲商场 爱坐街头 不过自从事件曝光 得到龙人福利机构协助 美华的生活似乎慢慢上回轨道 疫情没那么严重时 不止天天回中心打等 这几个月他还爱上摺子 一有空就上网偷师自学 这些漂亮的金鱼、莲花、大灯笼 就是他的拿手大作 很快,美华,他很纯熟 我觉得美华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他很细心,看着我接得对不对 然后等我一起 你为什么喜欢摺东西? 很开心 因为很开心 很开心 摺东西就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里是不是有朋友 一起摺? 对,在这里可以看到朋友 大家一起聊天就很开心 我聪明吗?我聪明吗? 我聪明吗?我聪明吗? 聪明吗?你很聪明 这个已经是最简单的人了 以前他经常都独来独往 好像很隐蔽 很多东西都收起自己 甚至经常皺眉头 拿了一袋 躲在一角 甚至是不想跟你聊天 但现在看见他真的面露了很多笑容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他愿意去有不同的尝试 例如像那种例子 他以前真的可能吃开 只吃可能鸡饭 但现在他就变了会想尝试新的东西 譬如可能试过一些他没试过的东西之后 他都会现在直接主动说 我可不可以试一下这种东西 我看到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他愿意去踏出一个新的开始 很像 美华整个人都开朗了 现在还会不时私信我们 和我们开心分享他的旧照片 你看,美华年轻时不知多闪镜 这边相,美华慢慢走出伤痛 那阿娟呢? 对上一次,我们陪美华回家收拾 看不到他的蹤影 家中鱼缸似乎没有人打理 都关上青苔 就连街坊都说看不到他 相隔三个月,现在情况又如何呢? 等了一会儿也没人开门 不过听街坊说 其实阿娟家的门口 都常常会穿着灯 但今天就不在这里了? 不知道,他神神化化的 灯是24小时开着的 年底时开始回来照这家 我经常看到他出入的 有没有打招呼的? 有的,跟他打招呼的 打招呼就算了,谈得不一定谈的 照样看,阿娟从来都没有搬走过 还正式入主了美华 和爸爸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家 不止这样 自从美华正式入品追回业拳 有消息说阿娟亦想打官司 反追讨美华,令他找不到工作 他都离谱,还可以追讨 他都没有好好照顾别人 怎样追讨?他应该赔偿他 追也应该追不到,是吧? 假设你不是这样 白人家屋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发生 根本人家都不需要提访问你 小先生,其实现在法宛那边 有什么地方? 因为之前我们上法庭的入品状 那几项的诉求 对方是不同意的 以及进行一个反驳的 所以这件事就是等法庭的排期 上他身边 其实我们也想快点 所以之前就希望他在农历年前 就可以去排期祷 但是到现在还未 唯有等,我们也很心急 其实我们跟美华相处的时候 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感恩的人 其实他内心有很多爱 很容易,即是很喜欢跟人分享 所以我们最后 我们真的很希望他可以得到 他自己应得的东西